謝謝柏欣的介紹 我覺得他差不多把我想要講的都講了差不多了 然後其實沒有一兩年啊 其實一年就是 我大概是去年五月多的時候才開始參加教練活動 所以大概是一年左右 好那我今天要講就是分享這樣的概念 對那我稍微介紹一下我到底是誰 剛剛有人有聽到有沒聽到 我是輔大街友的國際企業系大二的學生 然後我二十四歲 對那現在跟朋友在弄一個推廣社交組織 就是這個ESSC 喔Logo好小 對那我對行銷跟賺錢有興趣 對賺錢就是我很會投資一些股票 但是比較就是額外的東西啦 那之前呢我要稍微講一下我歷史 就是人生經歷 就是我之前在高中之前我 我只知道補書 就是我補書的時候我去補習 然後反正只能考上一個建中 那在建中的時候我發現 我突然不知道我為什麼要讀書了 因為我是被逼上去的 就是沒有人告訴我 就是你讀書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那上去之後我發現大家都非常厲害 就是每個人就是跟變態一樣 然後我就覺得 所以我現在到底要做什麼 就是我不喜歡讀書 那我身體很差 所以我那時候就得了很嚴重的憂鬱症 因為人生失去方向 就是當一個只會讀書的人 他突然變成不會讀書了 那他就會覺得他人生毀了 所以我那時候很嚴重的憂鬱症 我覺得我這個人大概就廢了吧 就是就可能就是看之後 我那時候很嚴重的憂鬱症 然後想要自殺什麼之類的 那反正後來就是有吃藥控制 然後去參加就是心理醫生輔導什麼的 那之後我離開了學校 對就是因為高中有修業年輕的限制 所以我離開學校 那我開始工作 那開始工作之後呢 我其實就有抱持一種學歷無用的 學歷無用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就覺得說 今天我不用讀到高 甚至高中沒有畢業 我都可以找到三萬三工作 那我為什麼要去好好的把書讀完了 為什麼要去讀大學 那我原本就打算說 就這樣工作工作工作到最後 那就過來一輩子 就是誰不欠誰 就是我對社會 好像有沒有虧欠人這樣子 對就覺得很棒 但是後來因緣的機會之下 我還是重回了大學 那因為高中那段時間 課業非常差 所以我最後是考到正義大學 那正義大學的時候 我就發現 誒讀書是有它的意義的 而且它也很有趣 那我等一下會講一下 我在正義大學做了什麼事 對那我發現用學生的身份 參加活動 還有參加一些組織 其實是學生特有的權利 對就是有些機會是 它只開給學生 那你學生去犯錯 其實那個失敗的成本很低 對那我就 參加焦點 那我發現 其實這世界上還有很多 更多不一樣的選擇 對那還有 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人際串聯 然後透過不同的方式去 你就除了課本上的知識之外 OK 那剛剛說到TSC TSC到底是什麼呢 我就希望說 可以建立一個社群 讓大學生在這裡 互相交流 因為就像焦點一樣 焦點是年輕人 夢想推手 這句話背了好久 年輕人夢想推手 那TSC是什麼呢 TSC是鼓勵大學生 走出自己的科系 認識跨領域的朋友 因為在大學之後 你假如畫一個喜 畫一個院子 它就畫了一個院 可是你在工作的時候 你可能就只能局限在 你的辦公室裡 對那所以我覺得 大學的時候是 就是你可以社交的黃金時期 而且大學的時候 比較沒有利益關係 所以我覺得在大學的時候 大家多出來認識新朋友 是一件還蠻不錯的事情 然後還有就是人脈 就透過別人眼睛看世界 是很有效率的 因為我不可能說 只是說我大學四年 然後我又要去出國留學 然後我要去實習 然後我要去競賽 然後要去做很多很多事情 有些事情 不能在大學四年都做完這樣子 然後可以透過別人眼睛看世界 那今天要講的是分享 所以我大概講一下 我分享的那些事 就是我跟分享這兩個字有關的事 讀書會呢 是我那時候在整理大學的時候 我成立一個班上的讀書會 那那個東西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我高中成績很爛 然後我就覺得說 現在上大學了 看好了 這件事 然後我就跟同學一起 組別讀書會 然後就是希望說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一起丟出來 那我一帶一起去問老師 結果後來我發現說 其實我可以幫大家 預習 就是我可以先回去 翻可能是快技學 那我先把它讀完之後 那我幫大家預習 然後預習 預習完之後 大家再去聽老師上課 他們就會騙得到懂 那有些人就會很不擠啊 就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有沒有欠他們 那他們也沒有付你錢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可是我就覺得說 就是我自己的概念是 我覺得分享是一件很棒的事 就是我把我自己知道的東西 都道給別人的時候 就是我們兩個是會彼此互相成長 對 就是有點像教學相長的概念 那所以讀書會發展到最後 然後我們就發展 就是 從 預習到復習到 甚至到考前菜 結果我們都有發展出來 對然後後來 我轉來福大之後 就是真點獨正就沒人了 就還蠻可惜的 對然後所以 再接下來下一個階段是 熟悉實習 熟悉實習就是周家瑋會見我 就是叫我一定要來 對他就說 你就去試試看啊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後來就是 我那時候真的想了很久 因為月亮知道 就是我真的 拖了很久很久 我才回那東西 就回說我想要來教一些事情 這些東西 對然後 我實習的時候 我辦了一個活動 叫創業沙發 那個東西是給 想要創業者的一個交流平台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認識 創業家或是 吸收創業家的 前輩的知識這樣子 對那 在這之前 我從來沒有辦過任何一場活動 那我甚至 也沒有辦過這場幹活 所以這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在暑假的時候 我就學到了 像是行銷 那怎麼樣跟講者溝通 然後寫罐頭文 不要被發現 對就是這種東西 對 然後暑假時期 那接下來 再來就是 我轉來輔大之後 我跟朋友成立的 貼紙SD這樣子 然後我就 就是跟交警簽約 然後承辦 輔大焦點 對 然後推廣社交 然後還有最近 暑假的時候 我們得到一個機會 就是跟大陸一起 做那個 行銷培訓 對 所以我們這邊是負責台灣端的 招生 還有 社交課程的設計 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 浮大焦點的盛況 就是 這是一個 還蠻棒的場地 在國旗樓 好 那 有人就會問說 好你講那麼多 那分享的價值到底是什麼 我剛剛有講教學相長 可是 教學相長是一直都是一個概念 就是你從來沒有辦法證明說 那你教學相長 你怎麼證明說 你教學真的可以相長 還是你只是 就滿足你的虛榮心 或什麼之類的 這要提到一個東西是 Groom它有一個 理論是 教育目標分類學 那 這個其實是 就是 你可以看到說 就是 當你接收到一個 知識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 就是 這個是一個 越來越深的過程 那 當你接收到一個 資訊的時候 它一開始是知識 就老師上課 它是一個知識 那你就把它背下來 那背下來到最後 你要先會理解 理解之後 你才有辦法應用 應用之後 你去分析跟綜合 最後你就可以 去產出一套 你自己的理論 那最後 這個就是 其實研究生在做的是 他就寫論文 那我們 大學生就在做 這一開始 這兩個 知識跟理解 那應用的話 就可能你要去 就跟 試著跟你生活的經驗做結果 你才有辦法應用 對 那為什麼教學會想長 是 因為當你 有辦法理解這些東西 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真正交給別人 所以當你可以交給別人 教人家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進入到 理解這個階段了 所以千萬不要覺得說 我辦讀書會 我去教別人工課 其實是 這對我來說是有損失的 其實不是 這代表其實是 你進入到一個 學習的下一個階段 對 那 大概是這樣 那 人際串聯的時候 年紀串聯就是 我在小姐認識到 很多不一樣的朋友 對 那 他們就給我帶給 帶給很多 不一樣的串聯 然後還有發現一些機會 那我覺得我時間 快不夠 所以我講快一點 那 大家如果聽到大脈 他也預告文 他說這是什麼 兩位服務正義的大學生 對 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覺得 這標題嚇得好猛喔 對 所以我就在反駁 稍微小小反駁 或提問一下說 是否 是不是應該要服務正義一下 在大學時候 但其實我覺得 是 但是也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學校 還是有它 有意義的地方 學校的意義在於 它是一個 系統化學習 很很棒的地方 就是 它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 教你很多東西 但是你會不會應用 是另一回事 可是 它教你這些東西 嗯 你就要透過 像是提醒人才 這樣的概念 去把它應用出去 提醒人才的意思就是 真實的這一槓 是你的專業 你要專業要往下扎根 但是你也要 你的同時你要往外 拓展上面那條橫槓 那拓展那條橫槓 你只要接觸淺淺的就好了 可是你的專業要很深 因為你在跟人家交流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你的專業 去跟人家交反 對 那所以提醒人才 到時候集合在一起的時候 你們就可以做一些 很棒的事 好 那所以這個就是那個 很棒的事 好 我跟我朋友就是 一起在這個暑假 然後我跟廈門的單位 還有台灣最大的台路媒體 一起舉辦 就是創意 的閒銷 這樣子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活動通 搜尋 這個很有意義的活動 對 大概是這樣 但是利點會在台大 好 我分享大概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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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